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 马上来关心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今天的热门关键字呢就是升息 美国联准会呢才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 我国央行呢就决议要升息半马 终结连三洞让外界相当震惊 那背后呢有什么原因 还有房贷主的压力会增加多少 一起来了解 央行指出综合国内外经济情势 预期今年国内通膨率将逐渐缓不回降 但考量物价涨幅较高 像是2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占上3%大关 以及4月电价调涨 恐怕形成较高的通膨预期 因此决议升息半马 重贴限率担保放款农通利率 以及短期融通利率各调升0.125个百分点 分别由年息1.875% 2.25% 4.125% 调整为2% 2.375% 以及4.25% 从今年3月22日起实施 另外大家关注的信用管制 则依旧没有新措施 央行认为在今年经济成长渴望增温下 为意志国内通膨预期心理理事会认为 调升本行政策利率 有助促进物价稳定 并协助整体经济金融稳定健全发展 至于房市管制部分并未加码 央行总裁杨金龙指出 主要是看到建筑贷款年增率已经明显下滑 购置住宅贷款年增率稍微上升 但不动产贷款余放比仍维持低档 央行从2020年12月以来共推出5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近几季都没有新的措施 此外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 占总放还比率仍高 因此央行将针对后续的房市 持续检讨持续关注 适时调整相关措施内容 永庆房屋说明这次升息半码后 若贷款1000万元还款延线20年 每月增加的利息负担约600元 冲击有限 而前阵子财政部公布调整豪宅门槛 许多人关注央行此次是否跟进调整 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会根据自己的标准 因为主要是央行与财政部对高价住宅认定标准 有几点不同 包括政策目的不同 调整方式不同 以及适用范围不同 上周全球金融市场开始进入 所谓的超级央行州 日本率先公布结束负利率政策 决议将政策利率区间由负0.1%升为0%至0.1% 并取消值利率曲线管控措施 写下日盈2007年以来17年首度升息 极尽宽松政策终于落幕 另外美国联准会宣布 基准利率维持5.25%至5.5%的区间 连续第五个月保持利率在23年来高点 联准会也调高美国经济成长率和通膨预期 同时点状图也呈现今年可能会有三次的降息 而英国 瑞士 俄罗斯 土耳其 澳洲 印尼 墨西哥等国 预估将按兵补动 巴西与哥伦比亚预料将降息两码 以上就是今天的报报内容 关掉之前呢帮我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